当时我们的资本额大概不到9亿 要从事以离岸风电动辄几千亿的 事实上是不成比例 那时候其实没有人是看好我们的 不过我认为这件事情应该是要人做 即便人家是不看好 不过我认为这件事情应该是我对故乡 对台湾可以做的一件事 2006年就开始做那个绿电 也就是风力叶片材料 那这一路走来 始终之地环保跟节能 还有一些安全联益的一些化学材料 从创业到先阶段 我们所提供的叶片素质已经超过40万吨 可以建造的风机是一个非常非常庞大的 就将近有80厘克非常非常庞大 核市场如果是两座2.7的话 这部分大概也相当于30座的核市场 那么大的一个发电量 在社会参与的部分 对于这个人才资本的投入啊 我们觉得是比较显著的 由于我们是在先投入台湾离岸风电 发展人才培育的工作 目前呢至少有40位以上的优秀员工 进入了国际风机场上 离岸风电开发商及相关供应链来服务 那这一个都是担任这个中高阶的职位 这也是尚伟对社会的一个贡献 我们在台湾海峡建了两座示范风场 经过地震 经过了台风 然后又把一座风场先树立在苗栗外海 所以整个台湾人相信 世界也看到台湾这么好的一个风资源 大家也过来投资了 我感觉非常地骄傲 台湾现阶段绿电不只是有很多人参与 像台积电也开始使用绿电 这个事实上这是跟我原来设定的目标 是完全一致 既然我要做一个绿能的东西 我不能说去破坏 所以刚开始的时候 其实台湾是完全没有这个法令 在做环境影响评估的时候 我还是主动承诺当我在打桩的时候 我要有玻璃帷幕 打之前我们有十艘这种所谓的精臣观察员 去观察它旁边到底有没有精臀 不只是白矮臀 有任何精臀我们就喊停 这部分是一个SOP 但是你要记得 那时候离岸风电是没有人做的 所有的过程其实都是上尾公司 自己比照国外 而且用最严格的来建立其中制度 在八年前我有幸参与 上尾离岸风电的开发团队 一路过来真的有太多值得回忆的故事 有一次我在罗伯的办公室 看到它非常的疲倦 满嘴周边都是泡枕 原因就是因为海洋风场 海上施工适合证的起得 因为新的法力的颁布 跟法定程序的农场 可能会延迟工程的时间 造成施工及设备商的配合 甚至会产生计额的罚款 罗伯积极的不断 以各相关政府单位的协商 上尾团队不眠不消 将资料准备如期 才得以安然度购 上尾在投入台湾所做离岸风电 及电机台湾离岸风电发展史的 辛酸类及成果的背后故事 我身在其中感受真的很深 我相信上委会持续配合台湾绿电的发展 在风电与绿人材料的发展 供应链尽一己之力 我们的公司驾驶是品质 诚信 创新 勤解 那诚信其实这个不是靠嘴巴说的 是靠你怎么做 其实带领一个公司往前冲 一定要让员工知道老板是在想什么 我为了要弥补跟员工之间的一些 所谓认知方面的差距 我会定期的大概半年一次 直接面对员工 第一个我要了解员工 第二要让员工了解公司 第三个要让员工了解公司 目前状况怎么样 那也要让员工了解我对员工的意气 2015年那开始有HELLO ROAB的一个活动 那这个活动主要是董事长想面对面的 跟员工去沟通一些公司文化 跟最近公司的概况 还有一些他的思想思考的一些模式 那这个活动一直持续到现在 那对于新人的话 他大概一个月就会来面谈一次 跟他了解说 他对公司的一些熟悉度 那对公司文化的一些了解的程度 那董事长一直都是以身作者 并落实到制度及行为准则上的规范及要求 我是台湾离岸风电的pioneer 不过在2018年因为政府的临选 在第二阶段我们没有获得到风场 离开离岸风电开发 虽然是非常痛苦的一个决定 但是我还是退回到 我原来一个材料供应的一个本业 也就是我们做叶片树脂的这种开发 那我们非常荣幸 我们现阶段是在全世界 在这部分已经是前三大 2025年一定有办法 在全世界风电领域 变成全世界风电领域的这个领头羊 替这个社会替这个国家来贡献 还有替我们下一代建立起更好的一个资源 跟这方面的产品服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